校長、校目、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 我是11S的歐浩君 而我是11S的鄭超豪 我們七位同學和林小傑老師 在這個復活節駕 就去了四川和那邊的小學生交流 講起離境交流 大家一定會想 我們究竟是住什麼酒店 或者去哪裡觀光 其實我們就是去移教英文的 在一個禮拜裡面 我們一共上了十堂 而每人負責教兩堂 我和Oka在教學的過程中 都遇到不少的阻礙 就好像我在第一堂教關於身體部位 例如眼耳口鼻的時候 電腦突然間壞了 又播不到歌 又看不到PowerPoint 那一刻真的有點不知所措 心想我講棟篤笑都講不到四十分鐘 做個教書教四十分鐘 幸好跟我一起教書的那位partner 已經事前把相關的圖片印了出來 可以黏在黑板當作一個教材 同時間 剛巧我partner又帶了一個口風琴 那當我教完一次相關的口風琴之後 那我就拿起了一個口風琴 彈了一首 Heads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跟著還教他們一起跳舞 他們一起唱,一起跳 都非常投入在我的課堂 所以上完這兩堂書 其實我就知道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做一些額外的準備 因為有很多我們預料不到的事情 其實都有機會發生的 而在我的課裡 我就負責任教Colors和Numbers 兩課 很記得第一次踏入這間班房的時候 感覺其實跟未去四川的時候 是有很大的出入 之前覺得對著35個學生 就像平時上學一樣 其實壓力說真的不大 但走到這個班房進去 開始教書的時候 第一次感覺到這麼無助、忘詞 之前所謂的準備充足 突然間都變成一片空白 四十分鐘的課堂 就像上足一天一樣 教學上的問題根本就多不勝數 就像自己普通話一般般 溝通上也有很大的阻礙 我們自己覺得很簡單 讀起來很簡單的英文 原來要教會他們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而開始抱著一個做義工 去幫助別人 以及去教會別人的英文 的一個準備 其實跟 經過一個星期的時間 發現其實我們學到的東西 是更加之多 中國現在發展得很快 但同時間其實有不少人 是被遺棄的一群 在內地只有不足四成的學生 可以順利完成到他們的初衷 在第一課的時候 我問了小朋友一個問題 他們的夢想是甚麼呢 有一位同學答我 他想做醫生 另一位同學說 他想去英國留學 其實 每個人都有他們的夢想 但是否每個人都有機會 去達到他們的夢想呢 山區的兒童 偏偏就是缺乏了資源 沒有好的配套 令到他們要達成夢想 需要走一段非常艱鉅的路 甚至夢想 永遠只不過是一個夢想 其實我們區區的四天 真的教不到他們的甚麼 但想心一層 我們去到這裡 是希望讓你知道 有人會關心他們 他們沒有被遺棄 山區兒童都還小 但是有很多的父母 都已經出去了外地做事 他們為了賺取更多的金錢 去養家 有些也都導致很多兒童 成為一些留守兒童 在我任教的那一班裡面 甚至有一位同學 已經兩年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 他們都會有孤單的時候 他們也都很需要別人的關愛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 就用了一個大哥哥的身份 去跟他們 去融入他們的生活 去跟他們玩 教他們一些知識 還有送了一些實用的文具 用品給他們 希望令他們知道 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其實還有很多人 都會去關心他們 去愛護他們 而反觀我們拔稅 每一個同學 都有三餐溫飽之餘 還有很多資源和配套 去助我們 去發展自己不同的長處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去發掘自己 有很多不同的大佬 和Clubs的Chairmen 或Captains 去帶領自己的team 去實現各自的夢想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是否因為拔稅 給他們太多機會 所以令到我們 開始不懂得珍惜呢? 老實說 跟山區的小朋友相比之下 他們是不輸能力 甚至他們比我們更加努力 他們輸的是製餘和資源 看回山區的小朋友 他們每天的下午飯 可能只有一碗白飯 或者甚至很少東西送去送飯 一個老師要教幾科 每一個專科專教的制度 更加不要談 一些專業的體育教練 或者音樂老師 但是他們比我們更加有熱誠 更加刻苦去讀書 他們上課很專心 對知識也都非常渴求 會謹記我們說的每一句說話 希望在短時間裡面 去揣摩模仿我們的英文讀音 從而去學好英文 最後 很希望大家會珍惜 學校和老師給的每一個機會 做到最好 同時在有能力的時候 幫助有需要的人 多謝各位